中华诗词 中华文学的精华 我想第一个我们该注意到的 一种文学 它的这种特殊的美感 与其他的语言的文字不同之数 主要就是在它语言文字的本身 无论诗或者词 都是用语言文字写出来的 所以我们第一要认识的 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质是什么 最主要的一个特质 我要说 我们的语言文字 是独体单音 一个字 它只占一个空间 它的声音只有一个音节 这在整个的世界文化之中 是非常特殊的 比如我们说花 就是一个声音 日本说hana 就两个声音 那英文说flower 就三个声音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是独体单音的文字 而且因为我们是独体单音的缘故 我们就还掌握了另外的一种特美 就是可以让这个文字两两相对 所以parallel的 让它成为对偶的形式 像尼利翁的这个运队 说天对地 鱼对风 大陆对长空 这种能够让它偏偶起来的 这种特色 也是全世界任何语言文字所没有的 那么除了这个语言文字的特色以外 我还要说 关于诗的这种观念 这种概念 我们讲到这个诗 我们说诗是研制的 情动于中而形于也 这是毛诗大序里边的话 是最原始的 对于我们的诗歌的特质的一种认识 说诗是研制的 是表达你内心的情志 我说情志 是兼有二者而言的 因为在朱自清先生 他的一本著作叫做诗言制 辩 就是他辨别 那诗所言的制 究竟何指 究竟指的是什么 有人就说了 从论语里边看 那么孔子对学生说 何个言而制 那个制是指他的一个理想 一个制意 可是我们也说诗是言情的 那么诗究竟是写我们的普通的 一般的喜怒哀乐的感情 还是要写儒家的修其制平的理念呢 我想我们中国的诗是兼有二者的内容 所以他所言的 也要修其制平的 所以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统 如家的得知